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最新一期的商品小节目 这将与我们连线讨论煤炭的是来自于HRS伦敦的尼克 在上周,煤炭价格下降至55美元一吨 有人预测,煤炭的价格将会有可能回升至63美元 但同样是6年最低 那么,对此,你对于价格在短期内 的走势有什么看法呢? 是的,在2015年,国际市场的煤炭的平均价格在58到60美元之间 但今年,主要受到于来自非洲地区的影响 昨天在国际贸易中的离岸价格大约在63到65美元之间 而在欧洲中心交易市场上 煤炭的价格在2015年大概在60美元左右 而昨天的成交的价格在58到63美元之间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在欧洲市场的煤炭的价格仍然是存在着很大的一个波动性的 所以,煤炭的价格和在市场上的需求与补给之间的平衡 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关系的 虽然在短时间内,需求超过了补给的现象不太可能会出现 但是,随着补给的方面的下降 我个人还是认为 今年可能会出现煤炭价格的8年的一个新高的情况 而最快的价格波动 我认为将会出现在6月份左右 中国已经针对煤炭所引起的污染问题 开始重视煤炭的排放 那么你认为对于全球煤炭的价格来说 将会产生怎样的一个影响呢? 是的,中国已经开始意识到煤炭资源的过度使用 对于环境会造成的污染是非常严重的了 尽管中国经济对于煤炭的需求仍然是很高的 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现在中国正在全力地发展绿色能源 这毫无疑问将会减少煤炭的产量 但是对于这一代人所造成的煤炭污染 我认为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消化和改善 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影响 而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 例如印度 他们对于煤炭发电的需求仍然居高不下 目前印度在海外开采了两个煤矿用来满足需求 你认为中国和印度的需求将会持续上升吗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很多的分析人士都认为 印度将会是下一个需求增长的刺激者和带动者 并且我看到的事实就是 从4月份开始 印度已经连续从非洲进行了煤炭的进口 至少超过总量的一半达到了600万吨 预计今年印度对于煤炭的进口将会超过总量60% 达到7500亿吨 而与此同时 来自于西欧的煤炭需求总量 尤其是对于非洲煤炭需求将会有所下降 关于这一点 我们将会在下一个星期的欧洲能源大会上 看到相应的讨论的结果 所以总体来说的话 最重要的需求增长还是会在亚洲 尤其是会出现在印度方面 所以综合以上所说到的这些 印度是支撑煤炭需求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好的 感谢你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见解 这就是本期商品角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